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半导体市场进入下行周期,晶圆代工市场持续承压。 纵向对比看来,台积电第一季度营收,环比下跌18.7%,净利润创下2019年中以来,营收最小增幅。 台积电第二季度的业绩,则延续了第一季度的态势。 台积电2023年第二季度财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台积电合并营收约4808亿元新台币,同比下降约10%,净利润1818亿元新台币,同比下降23.3%。 营收和净利润的下降幅度均低于此前分析师普遍预测的14%和27%, 此外,台积电第二季度毛利率为54.1%,台积电在第一季度就曾公开表示,进入第二季度后,预期整体业绩会持续受到客户库存调整的影响。 不过,这就让台积电近期在传统消费电子代工之外的诸多小动作变得尤为抓眼。 5月中旬,台积电宣布,推出7nm汽车设计实现平台ADEP,即Automotive Design Enablement Platform,用以协助客户加快AI推理引擎,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自动化驾驶应用的设计。 据德国媒体报道,台积电欧洲总经理在德国举行的第27届汽车电子大会上表示,长期以来,汽车产业一直被认为是技术落后者,只注重成熟制程。 但实际上,当前已经有汽车晶片供应商自2022年开始就使用5nm制程技术,这个时间点距离5nm正式投入量产,仅两年时间。 可见,即便是在汽车电子领域,这家晶圆代工公司依旧紧抓先进制程,将本堆制程需求不那么强烈的汽车电子行业拉入先进制程的战场。 而另一方面,在红的发烫的人工智慧晶片领域,台积电也因其先进的代工制程让韩国算了一把。 据汉媒报道,辉达和苹果等公司将其最新的A100和H100晶片完全外包给了台积电进行代工,而三星则未能获得任何订单。 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台积电在QoOS先进封装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根据第二季度财报,台积电5奈米制程占2023年第二季晶圆销售金额的30%,7奈米制程占第二季晶圆销售金额的23%,两者共占据台积电第二季度营收的53%,而这一数据在第一季度还是51%. 可见,这两个领域对于先进制程晶片的销售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助推。 Counterpoint副总监指出,台积电等待工厂企业已完成战略布局,以探索手机平台服务之外的新领域,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动企业营收增长。 不过,从第二季度净利润由增转降的状况可以看出,即便是台积电以力推先进制程为主打的人工智慧平台服务和汽车平台服务,二者的亮眼也确实难抵市场库存调整周期对于晶圆代工公司业绩的影响。 Counterpoint认为,尽管在人工智慧平台服务方面,台积电维持乐观预期。 不过,相比表现低迷的手机和PC产品,这部分业务对公司营收的影响目前仍相对较低。 另外,虽然汽车平台服务在2023年第一季度有所增长,但预计2023年下半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在6月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报道。 2023年一季度晶圆代工市场营收规模约为273亿美元,环比下滑18.6%。 分析机构Counterpoint表示,近期PC、智慧手机和消费者平台服务的表现持续受到库存调整的影响,预计影响将延续至2023年第三季度。 展望下半年,半导体分析人士表示,整个行业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出现温和复苏的迹象。 而对于台积电而言,尽管2023年第一季度盈利强劲,但由于客户长期进行库存调整,台积电2023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的业绩指引将会较为保守。 不过预计与苹果iPhone15系列智慧手机,所需的晶片及人工智慧应用需求增加,还是会助推台积电三季度的营收增长。 按外界的预计,苹果在9月份将推出iPhone15系列智慧手机,所需的A17及A16仿生晶片,均由台积电代工。 苹果可观的备货量,需要台积电代工充足的晶片,以满足推出之后的市场需求。 台积电的另外一个大客户,AMD董事长苏兹峰在其领导级推动改革之下,AMD从面临危机存亡之际,一跃成为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 苏兹峰从事半导体产业已经超过30年,相信未来10年将会更令人振奋。 电脑产业发展迅速,更重要是AI的出现。 AI是未来决定性的重大趋势,生成是AI重塑世人对AI的看法。 任何产品、服务、业务都会受AI影响,科技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时期。 现在,AI需要许多专业结合在一起,包括软硬体、作业系统、电子装置、甚至商业模式。 对于业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激励人心的时刻,也是众人合力,推动产业更快发展的机会。 同时,近日苏兹峰在回应三星拿下代工订单的消息时,反问大家真的相信韩国媒体报道吗? 本以为是辟谣。 没想到,AMD随后又表示对代工选择保持开放,暗示三星并没有出局。 据日经亚洲7月下旬报道,AMD董事长苏兹峰在访问东京时表示,除了台积电,公司还考虑其他制造能力来制造AMD设计的晶片,以确保它们拥有最具弹性的供应链。 这意味着,AMD将考虑台积电之外的晶圆代工厂,确保供应链的多元化。 不过,苏兹峰同时也承认称,对于先进晶片开发,目前还没有任何计划。 他承认,台积电一直在晶片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掌握尖端技术,因此寻找合适的替代方不容易。 台积电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技术更先进,其他厂商很难与之竞争。 台积电的同行,包括联电、三星等,苏兹峰没有点名提到任何厂商的名字。 不过,苏兹峰此前曾表示,MI300系列晶片将不会交给三星进行代工。 随着科技公司竞相开发ChatGPT等人工智慧工具,半导体行业正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苏兹峰表示,AI是公司最优先事项,GPU在人工智慧领域有很大的机会,因此它们大幅增加了资源投入。 AMD预计,在人工智慧的驱动下,半导体市场将在未来三至四年内增长50%,达到1500亿美元。 谈及与辉达的竞争关系,苏兹峰强调,在人工智慧的某些领域,AMD比辉达更具优势。 他表示,人工智慧领域会有很多赢家,因为工作负债不同,对应的解决方案也不同,不是只有一种。 在推理工作负债等领域,AMD相信自己拥有最强大的解决方案。 总体来看,目前晶片代工市场上,除了台积电之外,还有三星、英特尔等其他代工厂规模很小,而且偏向成熟工艺,不适合AMD的逻辑晶片业务。 这些厂商中,格罗芳德、联电已经不发展14奈米以下的工艺,但英特尔是直接竞争对手,这几家基本上可以排除。 数来数去,能够在先进工艺上跟台积电一战的还是只有三星。 最近消息称,三星4奈米3奈米工艺良率也上来了。 传闻的三星代工3奈米工艺能够拿到未来的一部分订单,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不过台积电的主力代工地位确实很难替代,三星即便拿到订单,也只是辅助性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